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《五間總結》 盧匯豐中國6月PMI初值升到49.6 是3個月的新高 帶動港股今早谷開45點之後 升過最多161點 高見過27242點 雖然上證指數一度跌4% 拖累大市曾經倒跌過最多72點 不過在內人股帶動之下 恆子中五收報27174點 升93點 國子中五收報13519點 升135點 匯政表示 地方債支援可以減低內人股不良貸款 將內人股的平均目標價升6% 加上瑞信表示內人股抵賣 內人股今早做好 建行今日隨正 股價升超過1% 公行、中行、農行分別升1%至2% 小應內人股的升幅更大 重農行、重應銀行分別升超過2%至3% 中俄簽署高鐵設計協議 中國高鐵有望進軍俄羅斯 鐵路股今早做好價 中車、中鐵、中鐵、中鐵建、中交建 分別升超過0.5%至2% 騰訊和恆大有股馬斯國 騰訊升0.1% 恆大升超過6% 另外威里、文豐、威華達 分別持有馬斯國的股權 股價今早分別升4%至16% 李文手袋公布 控股股東獲第三方欺購股份 股價復排後急標2.7% 破頂高見過1.13% 另外有傳李文造指被日本制止折讓一成倍股 股價今早跌超過6% 港市發營警預計今年首6個月的中期業績 錄得重大虧損 股價今早跌超過4% 善家匯股份方面 內地股市下挫 南方A50、安石A50分別跌1.6%和0.1% 收視之後將會有3分鐘視頻 再見